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收尾工作 我们将游戏的封面 难度的选择 还有开始按钮 背景音乐等一些其他程序全部补充完整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编写封面的程序 我们先上传封面的角色 猫头圆圈圈 第四个按钮 上传角色 编程素材第六版 第二十个 游戏 第十一个 火柴人战争 在这里呢 我们找到封面2的角色 点击选择 点击打开 这就是封面了 封面的程序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老样子 点击事件分类 当小旗子被点击 点击变量分类 将变量设为0 然后呢 点击选择 难度 将数字0呢 修改为数字2 在这里呢 当小旗子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将游戏的难度设为2 为什么一开始要设为2呢 因为啊 游戏难度1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从难度2开始游戏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难度1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选择外观分类 然后呢 移到最前面 封面嘛 永远是在最前面 接下来呢 再点击运动分类 然后将移到X0和Y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特效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点击选择亮度 将亮度的特效呢 设为0就可以了 然后将换成造型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造型2 咱们在这里呢 一共有4个游戏的封面造型 每一个封面造型呢 代表着一个游戏的难度 此时此刻呢 咱们的难度是2 所以呢 换成了第二个造型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最后呢 我们将显示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将接收到游戏开始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当接收到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封面就需要隐藏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停止全部脚本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首先呢 我们点击选择 该角色的其他脚本 然后呢 再将停止 全部脚本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在这儿 然后呢 点击选择 这个脚本 游戏封面的程序呢 咱们就暂时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编写 难度选择按钮和开始按钮的程序 老样子 我们上传这两个角色 找一找这两个角色在哪里呢 开始按钮在这里 点击选择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下来呢 我们再上传一个角色 找一找 难度按钮在哪里呢 诶 在这里 点击选择 然后呢 点击打开 首先呢 我们来编写 开始按钮的程序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当小旗子被点击 然后呢 点击外观分类 移到最前面 接着呢 换成造型 我们在这里呢 点击选择造型1 造型1是什么造型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造型1是开始 造型2呢 是进入 也就是说 等我们难度选择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将隐藏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控制 等待一秒 将一秒呢 修改为四秒 接着呢 再点击外观 然后呢 显示出来 当小旗子被点击的时候呢 按钮呀 要过一会儿 再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 将特效设为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虚项 将这里的数字0 修改成100就可以了 虚项设为0 也就是完全看不见 这种效果呢 在咱们之前的课程当中 就已经讲过了 老师呢 在这里呀 就不一一追述了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运动分类 然后将移到 X和Y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这里的 X呢 修改为0 Y呢 修改为 -20 也就是-20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按钮 来到舞台中间偏下的位置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控制分类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按钮 来到舞台中间偏下的位置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 控制分类 将重复执行十次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再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颜色特效增加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点击选择 虚项 然后呢 将这里的25 修改为减10就可以了 最后呢 再将移到 最前面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诶 这里已经有一个 移到最前面了 为什么还需要用到一个 移到最前面呢 并且重复执行十次呢 其实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 图层问题 我们刚才给封面呢 加了一个移到最前面 在按钮这里呢 也有一个移到最前面 那么它们两个角色 到底哪一个是最前面呢 这个就不一定了 但是呢 在这里呀 为了让按钮出现在 封面的最前面 我们还需要让它连续 不断地向最前面移动几次 同学们 明白了吗 开始按钮的准备工作呢 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编写 开始按钮的点击程序 还是老样子 我们点击控制分类 然后重复执行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如果 纳默 否则的程序 我们将它拿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点击侦测分类 然后碰到鼠标指针 拿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首先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特效设定为的程序 拿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点击选择 亮度 然后将这里的数字0 修改为数字10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拿出来一个 将特效设定为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还是选择 亮度 这一次呢 我们将特效设定为0就可以了 这个效果呀 跟咱们之前编写的按钮的效果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碰到鼠标 亮度增加 否则的话 保持原来的亮度就可以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编写 点击控制分类 然后呢 如果纳墨 将它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侦测分类 然后将按下鼠标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颜色特效设定为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点击选择亮度 然后将这里的数字0呢 修改为 减30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碰到鼠标指针 是我们按下鼠标的前提条件 当我们按下鼠标的时候呢 按钮的亮度就需要减少30 证明我们已经按下了这个鼠标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要编写一个 之前我们编写过的程序 它是每一个按钮都需要的程序 不知道同学们还是否记得呢 好 它是什么程序呢 我们点击控制分类 然后将等待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同学们再次提醒一下 这里呢 用的是等待 而不是等待一秒 这两个程序啊 很多同学一直是分不清楚的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运算分类 然后将不成立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侦测分类 将按下鼠标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不成立的里面 诶 这个程序有没有印象呢 等待按下鼠标不成立 也就是要等着松开鼠标 然后再进行下面的程序 同学们 还记得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声音分类 然后将播放声音的程序语 拖动出来 放到等待的下边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声音 然后呢 上传一个声音 老样子来到编程素材第六版 第二时 游戏 第十一 火柴人战争 然后 音效 点击选择第一个按钮声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着呢 我们点击代码 然后呢 选择我们刚才添加的声音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呢 广播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选择新消息 新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选择 然后呢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重复执行十次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广播的下边 然后呢 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颜色特效增加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然后呢 点击选择虚项 将这里的二十五呢 修改为十就可以了 重复执行十次 每次呢 将虚项特效增加时 也就是让按钮呢 不断地消失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隐藏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重复执行的下边 然后呢 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停止全部脚本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隐藏的下边 然后点击选择这个脚本 那么开始按钮的第一条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整个程序啊 还是非常简单的 很多内容呢 都是咱们之前已经学习过的 并且编写过的程序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编写 开始按钮的第二条程序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呢 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第二个选项 选择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等待一秒 然后呢 外观分类 换成造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造型设置为造型2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运动分类 将移到X和Y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X呢 修改为0 将Y呢 修改为-6 10就可以了 接着呢 外观 然后呢 将特效设定为的程序 放到这里 点击选择亮度 然后呢 我们再将显示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点击控制分类 重复执行10次 然后呢 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颜色特效增加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点击选择虚项 然后将数字25呢 修改为-10 在咱们上面的这条程序当中呢 当按钮被点击之后 虚项呢 增加到了100 那么接下来呢 按钮又要重新地显示出来 所以呢 在这里呀 我们需要将虚项呢 再减少到0就可以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的程序呢 跟咱们上面编写的这条程序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咱们将它复制一下 偷个小懒 然后呢 拿到下面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就可以了 我们将这里的广播选择呢 修改为广播游戏开始 此时此刻呢 按钮已经变成了进入按钮了 我们点击进入按钮的时候呢 游戏就要开始了 同学们 清楚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变量分类 然后将显示变量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隐藏的下边 然后呢 点击选择金币就可以了 开始按钮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编写难度选择按钮的程序 我们点击它 难度选择按钮的程序呢 跟咱们开始按钮的程序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可以继续偷个小懒 然后将这条程序复制给难度选择按钮就可以了 诶 没有复制成功 我们将它往上挪动一点点吧 好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复制一遍 好 这样子呢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修改 首先呢 点击事件分类 当小齐子被点击 接下来呢 外观 然后让它隐藏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里的等待一秒删除掉 然后呢 将移到X和Y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将Y呢 修改为10 接着呢 将造型我们切换为造型1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将隐藏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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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选择 虚项 我们将数字0呢 修改为100 我们将数字0呢 修改为100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将亮度的特效 移动上去 放到这里 虚项呢 设定为100 亮度呢 设定为0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显示出来 然后呢 重复执行10次 将虚项的特效呢 减少10就可以了 后面的程序呢 就基本上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就好了 首先呢 我们点击变量分类 然后将变量设为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难度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造型编号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难度选择按钮 也有四个造型 分别是简单 一般 困难和疯狂 每一个造型呢 代表着一个难度 所以呢 在这里呀 我们需要将难度设为造型的编号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 下一个造型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再点击变量分类 将变量设为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点击选择难度 跟刚才一样 我们还需要点击外观分类 将造型编号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将这里的剩余程序 删除掉就可以了 将播放声音的程序呢 往上挪动一点点 那么这个程序呢 咱们就修改完毕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接下来呀 咱们再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重复执行十次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特效增加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点击选择虚项 然后呢 将这里的25修改为10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将隐藏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再点击声音 然后呢 上传一个声音 点击选择按钮声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着呢 我们点击代码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选择按钮声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复制的程序当中 有播放声音的程序 那么一定要记得给这个角色 重新上传一个声音 否则的话 声音是复制不过来的 那么选择按钮的程序呢 咱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调整一下 封面的程序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将接收到消息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点击控制分类 重复执行 然后呢 外观分类 换成造型 接着呢 再点击变量分类 将难度的变量拖动出来 放到造型的小坑坑里就可以了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在这里啊 一共是有四个封面 之前呢 已经说过了 封面呢 会随着游戏难度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呢 在这里啊 咱们需要将封面的造型 换成难度就可以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编写一下游戏标题的程序 我们点击猫头圆圈圈 上传角色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选择封面 文字的角色 然后呢 点击打开 封面标题的程序呢 就非常的简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地编写一下吧 首先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当小琪的被点击 然后呢 外观分类 移到最前面 然后呢 显示出来 再点击运动分类 移到X和Y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X呢 不变 我们将Y呢 修改为 减200就可以了 也就是舞台的正下方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控制分类 然后将重复执行 十次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运动分类 将Y坐标增加1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重复执行10次呢 修改为执行40次 然后呢 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移到最前面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接着呢 我们再点击控制分类 还是重复执行10次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点击运动分类 将Y坐标增加10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将10呢 修改为 减10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点击声音分类 播放一个声音 然后呢 点击左上角的声音 我们要上传一个声音 选择音效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选择 开场爆炸声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着呢 点击代码 然后呢 选择开场爆炸声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一个 让它隐藏的程序 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呢 接收到消息 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接着呢 点击选择控制分类 重复执行10次 然后呢 点击运动分类 将Y坐标增加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将10呢 修改为15就可以了 接着呢 再点击外观分类 将隐藏的程序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封面标题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接下来呢 咱们再编写一个 背景音乐的程序 我们点击背景 然后呢 点击选择事件分类 将接收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选择游戏开始 接着呢 再点击控制分类 将重复执行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点击声音分类 将播放声音 等待播放完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声音 然后呢 我们上传一个声音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选择背景音乐1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着呢 我们再上传一个声音 叫做背景音乐2 然后呢 点击打开 接着呢 我们点击代码 然后呢 点击选择背景音乐1 然后呢 将它复制一下 放到里面 然后呢 再选择一个 背景音乐2就可以了 那么背景音乐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编写一个 胜利或者失败的程序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我们点击选择新消息 新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胜利 然后呢 点击确定 然后呢 再拿出来一个 接收到消息的程序 点击选择新消息 新消息的名称呢 叫做失败 然后呢 点击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声音分类 然后将播放音乐 等待播放完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然后呢 再拿出来一个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上传 两个声音 一个叫做胜利的声音 点击打开 然后呢 再上传一个 失败的声音 然后点击代码 在这里呢 接收到胜利消息的时候 我们就播放胜利的音乐 当接收到失败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就播放失败的音乐 播放音乐的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最后呢 我们还要编写一个 失败和胜利的条件 同学们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失败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胜利呢 对了 蓝方将红方的城堡 摧毁之后呢 那么就胜利了 蓝方的城堡 被红方摧毁之后呢 就失败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先点击 蓝方的城堡 在蓝方城堡这里呢 我们找到这条程序 等待蓝方城堡的血量 小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点击事件分类 然后呢 广播一个 失败的消息 失败之后呢 蓝方的城堡呀 就隐藏起来了 下面有一个隐藏 那么在上面呢 我们就需要加一个显示了 点击外观 然后呢 让它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再修改一下 蓝方的城堡 蓝方的城堡呢 也是一样的 当蓝方城堡的血量 小于1的时候呢 就说明咱们已经胜利了 我们就广播胜利的消息 胜利之后呢 蓝方城堡呢 也需要隐藏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显示的程序 我们点击外观 然后将显示的程序 拖动出来 给它加到这里就可以了 所有的程序呢 咱们终于全部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金币的卡片 然后将广播游戏开始的程序 删除掉 在这里呢 咱们已经可以使用按钮 来开始游戏了 所以呢 不需要用到这条程序了 同学们 明白了吗 接下来呢 咱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 将舞台放大 然后呢 点击滤旗 运行程序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金币的变量没有隐藏起来 我们将它隐藏起来 点击变量 然后呢 隐藏变量 放到这里 点击选择 金币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 点击滤旗 运行程序 好 点击开始 诶 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咱们的难度选择按钮 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检查一下程序吧 难度选择按钮 在这里 在这里呢 难度选择按钮 它不是不见了 而是由于涂层问题 被挡住了 所以呢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 然后将移到最前面的程序 拖动出来 放到重复执行十次的里面 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吧 点击滤旗 运行程序 开始 难度选择按钮呢 已经出现了 程序效果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一下 随着难度的变化 封面背景呢 也不断地切换 程序效果也是正确的 好 我们选择一个困难的难度 然后呢 点击进入 游戏开始 升级金币 对方呢 直接派出了骑士 我方继续升级金币 对方呢 又派出了骑士 我方呢 也派出骑士 双方呢 开始交战 程序效果是正确的 在这里呢 由于时间关系 老师在课上呢 就不再继续测试游戏了 同学们在课下呢 还可以继续玩这个游戏 那么火柴人战争的游戏呢 咱们就编写完了 这个游戏呀 还是非常开放的 同学们可以根据 自己对游戏的理解 继续优化这个程序 比如呢 可以编写 失败或者胜利之后 每一个士兵所做的动作 或者呢 可以加一个通关时间榜 看谁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来通关每一个难度 或者呢 同学们 有没有其他好玩的想法 也可以发送给大龙老师 我们一起呢 来将这个游戏 变得更加有趣 更加好玩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了 咱们下一个游戏再见